奉聖父,而聖子,而聖名的名字。 主耶稣说:"有我耳朵听的,就您难听。 因为这是圣子上帝的声音,因为这是我们信心的来源。 圣保罗在鲁玛书中说:"信道是由听道。 听道是借着基督的方法。 所以圣保罗也吩咐提摩太宗师说:"物要神道,无论得识不得识,总要关心。 必用百般的领态,各样的教训责备,警戒,愿命。 大凡牧师要通过同道的信息,把这圣道,把这耶稣基督,把这徒兵的统子撒到听道人的心里。 但是耶稣说:"有些人听道道,领受负,暂时相信,但是没有根基。 等到封上魔鬼的撕裂后,就退后了,就不相信了,就不来教会了。 这些人又死在魔鬼的撕裂里面。 在魔鬼的撕裂中,他们对上帝的信心产生的动摇,他们不再相信上帝的儿子。 还有些人虽然比平安傲,可是他们不愿意悲感,不肯离开当地人家的生活。 他们被亲身的忧郁、浅财、厌厚、阻止不住,死在自己的罪里面,成为了不能不乐的基督徒。 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真实光景。 教会被各种各样的亏扬,魔鬼、无水的岩石、胸臥的轻疾,所包围、所攻击。 但是尽管如此,上帝并没有放弃他的教会,并没有放弃他的神经,并没有放弃他继续。 召起牧师来他的葡萄里做工,因为硬地可以开,延时可以击碎,金节也可以踏出来,十字架也可以踏在土柜的土上。 这世上本来没有什么好和不让,这世上原本也没有什么意义。 圣经说,连一个意义的也没有,世人都会切到上帝的必要。 所以弟兄姊妹,今天也能够坐在这里,全靠上帝施联明。 假如没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,从魔鬼死亡就会遇到你。 当然这道,借着洗礼,佛圣传也服侍,拯救了你。 假如没有上帝的道,没有耶稣基督在此处将拯救。 你会永远现在通,魔鬼不死。 可是当你的心痴醉、悔改,你的心灵的头壤就被打碎了,被胸弄了,被软化了。 你的死心就被上个律法大腿所打去的时候,福音的种子就被拨进来。 这种子就是上帝的道,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 而这沙主的人,就是宣扬上帝道的牧师。 牧师的工作就是农夫和原音的工作。 他们呼召,把福音的种子撒在贿主的心里面。 他曾迎来到圣教会,来到洗礼台前。 在洗礼的途中,把一个小的基督徒接着水和道神的徒来。 因此,在教会中,贵友们有时称赴他们的牧师为神父及属灵的父亲。 弟兄姊妹们,如果我们说,洗礼是基督徒生命的开始。 我们的近代生活就是供应里面生长的养分和良药。 这如果种子发芽以后,需要雨水和阳光和空气。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需要雨水、阳光和空气。 这雨水和阳光和空气就是上帝的圣道和圣灵。 基督徒上帝的背景。 靠祂可以来抵抗魔鬼和世界和罪的试探和空气。 所以我可求上帝继续释下你们基督徒生命所需要的养分和荣耀。 使得下祂的圣道在你的身体之间扎根成长,及时宝贝。 并且丰富美好。 光用圣父和圣子和圣人在里面。 阿们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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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